科技的新奇造成社會的職缺面貌跟以往大不同 上期的每日商業大家認識因為科技而新奇的五個星星職業 今天我們將帶你認識另外五個星星 有趣的仍才實缺喔 焦點觀點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十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我是Andy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2月14日 由郭茲蓉所撰寫並刊登在未來商業產業焦點的 2020年轉職指南十大星星職業之外 台灣最缺的人才原來是這一種 上一集的每日商業我們介紹了 醫療AI、資料科學家、智慧製造工程師、 聆聽客戶管理師、自然語言處理工程師 跟教練管家五種的星星職缺 這一集我們要為大家介紹另外五個 職場愛用的新興人才 大家可要仔細聽囉 第六個可能也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知識型特色網紅、網紅經紀人 相較於高顏值網紅的快速崛起跟隕落 具有專業知識的知識型特色網紅 像是電競主播、體育主播反而水漲船高 2019年開出一千多個相關職缺 五年來就成長了36.5倍 因為網紅的經濟帶動網紅經紀人的職業 他們開始開發並經營網紅、經營粉絲團 執行宣導跟推廣活動 讓他們免於快速的崛起跟隕落 第七個 遊戲機率工程師、遊戲劇型編劇 中國、香港、澳門跟菲律賓的博弈業 一部分落腳於台中內湖軟體園區 所以出現博弈業的遊戲機率工程師 他們懂得遊戲數學計算、熟悉排列組合 機率推理跟馬可福列的計算 開發博弈業的數學模型 另外2019年線上遊戲業者 開出遊戲劇型編劇、遊戲劇型作家等新興直缺 為遊戲加添更多的故事元素 也成了文學、哲學、歷史科系工作者 另類的工作機會 第八個 IP經理 過去要求行銷員做企業品牌 如今行銷要跨界結合法務了 資成、安侯建業、行業重信 都開出IP經理的職缺 品牌是無形的資產 越多人認識品牌價值就越高 因此IP經理要確保公司品牌價值 並申請專利 這樣的職缺 需要藉由行銷人員在進修法運能力 或是由法務學習品牌銷售能力才可以升任 可說是非常的跨界啊 第九個 寵物旅館保母和寵物管家 大都會區單身足多養寵物機率高 寵物商機也讓寵物旅館需求量增加 徵求愛貓愛狗又能善用動物行為學 和受益學知識的寵物旅館保母寵物管家 不僅要陪伴寵物 而且要安撫他們的情緒 最後一個不要懷疑就是斜槓人生 隨著大都會區重視生活品質運動 藝文音樂的風潮 也讓有正職工作者或是退休者 將興趣轉成斜槓工作 這些職位不用佔用你太多時間 但是卻可以為你帶來一份收入 104調查4年來運動教練職缺成長118% 薪資成長17% 另外藝文家教像是聲樂、鋼琴 或者是語文等等的老師職缺也正在增加 讓上班族在工作之外 投入興趣、賺取更多的收入 開始以多重身份的斜槓人生 展望2020年除了延續台灣網路 跟科技產業相關的發展 離岸封電企業來台投資 也可以讓環保綠能的人才增加 至於萬肺炎是不是會影響到 台灣企業的聘僱狀況 仍有待觀察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如何在數位的時代增加自身的競爭力呢? 除了上一期提到的成為數位人才之外 再來就是要跨領域學習 找到自己的興趣 培養斜槓的能力才能掌握人生的抉擇 讓我們活得更加自主自在 最後則是增強外文能力才能跟上地球村的時代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掰掰